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佩妮 12月21日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外长王毅 近年来 澳大利亚与其最大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恶化 在堪贝拉呼吁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进行国际调查后 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实施制裁 黄佩妮和一小部分官员代表团会见了王毅 中国外交部长告诉他的外长 中国和澳大利亚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 他们应该利用建交50周年来重组和重启关系 两位部长还讨论了贸易封锁人权 两名被拘留的澳大利亚人 以及支撑安全和繁荣的全球规则和规范 黄佩妮的访问是澳大利亚部长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访问 也是自2018年以来在北京的首次正式会谈 中间的重担 第二次的角度 一切正式会谈到 最后再整理 Rise 这里是如何 第二 终于硬上 用并指摄大利亚 颤技弓 排布 颜勇